好,我們現在來介紹下一個類型的效果器 就是所謂的Delay延遲的類型的效果器 好,那我們第一個要介紹的效果器是ModeDelay 所以它的選項是在這裡 ModeDelay3,有沒有 然後這個Delay就是一個功能最完整的Delay 所以我們首先先從這個Delay來介紹給各位 好,我們叫出來會長這樣子 首先我們先對這個介面做一個基本的介紹 好,左右兩邊就是我們的輸出跟輸入的錶頭 然後在輸出這邊你還可以去調整輸出的量 好,大小聲這樣子 然後在中間這個欄位 就是所有的Delay相關的設定在這裡 好,我們等一下會一一介紹 然後再來是Modulation這個地方是 你可以多了一個速度跟深度的控制器 那它控制什麼?控制這顆Delay鈕 好,我們等一下也會來講解 好,再來是 下面這個小欄位是Mix 有沒有 那很多人會來信問說說的問題就是 通常你一打開ModeDelay的時候 這個Mix是開到100%的 所以100%的狀況下去你就不會聽到原本的聲音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我現在所有的設定都沒有做太大的更動 然後我們聽聽看這個聲音是怎樣 各位,我發現一個問題就是 我的錶頭,呃,游標是移到了這邊才聽到下一聲 有沒有 為什麼會這樣?就是因為我們的Mix開到最大100% 所以你不會聽到原本的訊號 所以我們在正式要來介紹這個Delay之前 我們先把我們的這個Mix開到50% 這樣就可以有一半一半的 一半是乾的原本的訊號,一半是Delay的訊號 這樣各位可以比較容易的區別 聽到這個Delay的效果是怎樣 好,我把它擺在... 好,麻煩,我看一下喔 好,這樣子好了 這樣子 好,呃,我們來看一下 Input這邊就不用講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中間這個Delay的設定 目前我們剛剛 呃,開啟的Delay的狀態是選擇了Mono有沒有 好,那既然是Mono的話這邊就是顯示Mono 好,這是Delay的速度 就是你要多久 經過多久的時間重複下一次 就是重複 好,它是用250毫秒這邊的顯示方式 你轉的時候也是用毫秒來去做選擇 再來是FBK就是Feedback 就是,呃,我們講 Feedback就是Repeat的百分比 因為它現在是用百分比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Repeat的次數 那現在是0% 就是0,0%的話我們聽一下 它就一聲而已 因為我們Feedback是0,所以它沒有Repeat 它就Delay一次 有沒有 那我們開大一點 有沒有,就等於是你Repeat的次數 它會漸弱 好,LPF這個是Low Pass Filter 那現在是關掉的 表示說我們現在Delay 除了第一聲以外 後面的所有聲音都沒有經過Low Pass Filter 處理 當你打開的時候,你會聽到 第一聲以外 後面的聲音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試試看喔 好,我們這樣聽聽看 有沒有,聲音不一樣吧 我們開大一點 然後誇張一點 有沒有,光這樣你就可以 開始有個不同的音色的狀態 可以去設定了 好,那我們試試看這個Delay 這個往上開 有沒有,它的間隔的時間就變得比較長 好,這就是 Delay這個時間 Time時間 跟這個feedback 是很重要的一個參數 各位要記得 那LPF這個就是Low Pass Filter 也是一個讓你可以改變音色的 一個設定 旋鈕 好,再來下面這個Sync 基本上你是可以同步 就是譬如說 目前的設定是 速度是120 你是可以同步的 那現在已經打開了 譬如說OFF的話 就會直接針對這個地方去做 譬如說 我舉個例子 我們現在同步打開 這個時候如果我選擇 八分音符 你們看到這邊會改變喔 有沒有 八分音符就是250毫秒 在120的時候 那譬如說 16分音符125 好,一拍 那我們開節拍器就知道了 有沒有,是一起的 所以 這邊就是可以同步去做設定 然後 然後 再來這個 如果是Sync 就同步住了 就跟這邊的設定是一樣的 如果不是的話 你可能 你的Mater也可以改 然後 甚至於 這邊的速度也可以改 所以你就可以 透過這個方式 你可以製造 不在拍子上的Delay效果 就是 譬如說 4-2 有沒有 那你在拍子上就沒有同步 完全沒有同步 所以可以製造一些特別的效果 所以這個就是 在這邊是一個 同步的設定 然後再來Sync 你會合起來就沒事 完全跟你的DAW是一起的 然後下面這個就是選擇你的拍子 有沒有 4拍 剛剛已經知道了 然後三連音 然後負點 有沒有,你可以這樣做 負點 然後各位可以試試看 從三左邊這邊是一組的 下面這邊就是三連音 然後負點 你可以去嘗試一下 然後再來 看到下面這個Groove 是你可以針對 呃 這個時間去做 微調 所以就是 你可以 就等於說一個 Fine Tune的概念 就是說 你本來 這樣設定是八分音符 很標準的在拍子上 可是因為我們的 我們如果是真的是錄音的時候 呃 我們每個 錄樂器的時候 不可能都很精準很精準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Groove去 稍微將你的Delay Time 去做微調 譬如說我們現在 我播放一次歌給各位看 那我稍微 長 拉百分比多一點的話 它就稍微慢一點點 有沒有 誇張一點 所以你最多百分之百 就是從250到375 就125 然後再往下 所以等於說這個地方 可以讓你做Delay的微調動作 我覺得個人覺得還蠻貼心的 這樣 你可以造 製造出比較人性化的效果 好然後再來是 呃 再來Modulation這個地方 基本上它是模擬一件事情 就是 這顆旋鈕 然後速度 譬如說 我各位 我就放了 各位就知道了 各位有懂了嗎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Dips開大的話 那我現在是255 那這個Dips開大的話 它會照這個速度 7.57Hz的速度 然後開始 這樣子 這樣子 好那 我再試一次之後 把它回到 這樣 好 然後我們 速度慢一點 有沒有 那譬如說 我這邊都關掉 我自己手動轉 有沒有 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只是因為 它現在是自動幫我們挑針 所以聲音聽起來比較清楚 那譬如說我們再一次 8分 4分音符 然後我們就可以做一些有趣的效果 有沒有 好 到這邊 就是整個MODE DELAY的一個基本介紹 然後我們下一段影片來 介紹 如何使用MODE DELAY 製造一些 常見的效果 OK